这个书法,我们可以用这个书法 对,你打开 打开,对,我打开了我的手机 然后我们在哪里,就是我 我们在盖茨申发四大五常 公围居养,岂敢毁伤,对吗? OK,我得看一下,因为我觉得 中间的部分 中间,OK 这个是这个五常的部分 嗯,五常,OK 这个我记得,所以五常 OK 等我一下 下 因为 然后这个五常,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道德的 的 的 就是 对,四大五常,对吗? 五常呢,五常有很多的说法 有的人可能说是 嗯,是什么 比如说,父母 兄弟 然后呢,孩子 还有的人说可能是 其他的君臣 或者是夫妻朋友 这些 所以他其实就是指的是关系 但是我们最认可的一种方法 大家经常说的是 人,义,理,智,性 这种说法是到现在都有的 我们最认可的 就是人,义,理,智,性 人就是仁慈 义呢,就是人义 那理呢,他其实就是礼仪 智呢,就是聪明 信呢,就是信任,信誉 然后这个 四大五常在哪里 就是 就是原词 是这样吗? 是这个 你在哪里? 我 我再看一下 因为 因为上一节课 我没有做笔记 上一节课 我没有看我们停在哪里 所以 所以今天 对 我要听一下 稍等一下 因为我 我以为 然后 ok 我读一下 这个 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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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个字是人 啊 这个在哪里? 我 川流不息 你 你做了这个吗? 川流不息 我们已经 讨论过 哎呀,上一节课 忘记了 忘记做笔记了 对 我也有 一样的问题 啊 我们已经 五月 我们已经 讨论过 五月 对不对? 对 对 五月 我们已经看了 川流不息 渊 渊成 许应 这里吗? 林渊 吕博 我们已经 啊 OK 这个我们在 林姻 查理 我们已经 读过 对不对? 所以我们在 行功 几界 你可以 找到 这个吗? 行功几界 你说 行 三声的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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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 嗯 你可以 他的下一句是什么? 奥行功一戒 记忆戒 记忆戒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个吗? 蛤? 我们做了吗? 没有 这一句没有 没有 OK 我们上面看到了这个中庸 孟科敦素 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对不对? 对 然后 这个 几界 行 行功几界 宠增抗击 那这个我们 这句话 我们做了 你记得吗? 我们上 啊 我们做了 啊 对 所以是他的下一句 我们一起看 啊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个 戴乳 金池 林高 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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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对 林高呢 就是山林和水的边缘 所以 我们做了这个 秋骨 巡论 秋骨巡论 秋骨巡论 从这里开始 对 我觉得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在这里 秋骨巡论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去寻求 股市 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然后以前 保论过的这些总结 以前的观点 秋骨巡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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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寻找的意思 ok 我来翻译一下 然后那个论是讨论的意思吗 对 错话吗 就是讨论的意思 好的 所以 秋骨 秋骨 是儿生的 然后秋骨 是 讨论的 所以这也就是秀,然后论是什么人说的,或什么人说的,对吗? 对,对,非常好,他可能就是在寻求一些古代的时候,这些非常有名的人,他们的观点呀,他们的书呀什么的,对不对? 对,对,他们讨论过什么,对,所以呢? 所以这种话议,在冬天和冬天的战略时期间,很久以前在中国历史上,所以是想知道,如何成立的,或者如何成立的,或者是会成立的,那是一件事,然后,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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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遭遭 我觉得我们这个逍遭已经发动过,对不对? 对,就是很自由的 对,逍遥就是非常的自由 那散率呢,就是把它的这些顾虑,考虑的地方全部都扔掉 对,然后呢 对,所以散率逍遥 散率逍遥 对 然后散就是分散的意思,对不对 有分散的意思,还有呢,就是排除,排掉 啊,给排掉 然后,绿是worries worries,right? 绿呢,就是它的丑虑,它的非常让它焦虑的地方 然后,然后就是下一个就是 心 然后,心 心奏 然后,奏 奏 奏是演奏的意思吗? 哦,对 就是演奏的意思 为什么呢? 因为它把这些东西都解决掉了,对吗? 不好的东西它全部都扔掉了 所以呢,它可以让自己非常高兴的 可以去演奏,对不对? 去唱歌 这个奏呢,可以是演奏,可以是唱歌 然后呢,累前,那它很累的感觉呢,都怎么样了 啊,很累的,ok 对 好 然后呢,然后呢,这个心是什么意思? 哦,心就是开心,是高兴 开心的,ok 好的 嗯哼,对 然后,七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个 我觉得我们 七谢欢招,对吗? 我记得 我的孩子 我的女儿最近也在学这个 所以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到哪里了 对,我觉得我们做了 但是没问题啊,我们可以重复 没关系 因为这样的东西很神秘 今天应该可以看完的 今天可以看完 对,所以这个,七谢欢招 你可以猜一下,你看这个七呢,肯定还是不开心的这些事情嘛,对不对 对 七呢就是,嗯,比较伤心啊,忧郁啊,这些感觉 那谢呢就是谢绝 我们谢绝掉,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远离这些感觉 那欢呢,肯定是欢快啊,是开心啊 那招呢就是他们可以把它们招来,把它们引来 所以呢,七谢欢招呢,是什么意思? 就是我们如果扔掉了,或者谢绝掉这些伤心的事情 那快乐,当然一下子就来了 好,所以,就是有点相反的,就是 就是,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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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,然后 然后,啊,欢招是快乐的 对,对,对,嗯哼,对 好,明白了 所以呢,欢招呢就是快乐的事情 那这个招呢就是来、招来我爱的意思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汉字 所以都在一起在这本书里有 首先有 这个是二生的吗 渠,渠,渠,河,地利 那这个渠呢就是什么 我们把一些非常小的水沟 非常小的水沟我们叫渠 在中国 非常窄的这个河 你听到吗 对对对 我写错了 等一下这个那个河 我写错了 然后那个河 是 是 荷花 对不对 对非常好 就是这个荷花 住在这个水沟里面 对不对 对 非常好 哦 所以地 地的是什么意思 OK 它就是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很鲜艳呀 哦好的 这个地呢 其实在这里就是的确硬底 真的 嗯 然后呢 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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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芒 嗯 然后圆 芒 这是什么意思 OK 圆 芒 芒 对 芒呢就是非常非常长得非常好的草 那圆呢就是在花园里面 在公园里面 抽条的意思呢 就是长出新的叶子 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 抽条 它就是长出新叶 嗯 所以这个是好的 对不对 对 是好的 那还有一个用法 比如说我说 很多的孩子有baby fight 对不对 婴儿肥 那他可能到三岁四岁 我们说啊 他抽条了 你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啊 所以这个抽条 就是他们 我不知道 他们长大了 就是说他们变瘦了 他们长高了 啊 对 我以为是这样 长大了 对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它是一样的 啊 很有意思 然后呢 就是 皮 皮 爬 啊 皮帕是一个乐器吗 在这里 皮帕不是乐器 乐器的那个皮帕不是这个字 啊 好的 那这个皮帕呢 它是一个吃的 啊 吃的 水果 吃水果 然后 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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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一下 就是说 冬天的时候 它的叶子还是绿色的 它比较晚 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持续到冬天 它的叶子还是绿色的 所以呢 就是要很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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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才是还是翠绿的 可能等到第二年的春天 它又变成新的了 嗯 嗯 所以这个翠是绿色的 嗯 所以这个翠是绿色的 翠是绿色的意思 嗯 然后 啊 下一个是 翠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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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在西安 有这样的 的树吗 尤其是在礁大 对 对 对 我记得 对 对 对 然后 英文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吗 我也 我不知道 这个梧桐树非常老 它的叶子就是像手一样 然后很漂亮 很高吗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 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梧桐的叶子呢 它刚刚到秋天的时候 它非常早 它就开始凋落 骚就是早的意思 我的书说 早 早调 不说少调 早调就是 早调就是早调的意思 是一样的 然后 成根 唯意 对 成根 唯意 成根呢 就是非常多年的 这个草了 好的 那唯呢 唯意 它也就是枯萎 唯就是枯萎 意呢就是死了 我以为就是 没有好的 不是不好的 对 成根唯意 所以非常老的草 然后呢 它也是比较早 就枯萎 死了 其实这几句就一直在描写秋天 对 然后秋天 然后呢 就是落叶 落叶 落就是fall的意思 对不对 对 非常落叶 然后秋天就是秋天 所以裸叶 所以裸叶 然后裸叶 飘摇 飘摇 飘摇就是 对 落叶飘摇 就是 在 在 在 空中里 就是 飘 摇的 这个裸叶 对 对 对 嗯 这个跟那个是一个浪漫主义的 这个 很有意思的 对 落叶飘摇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们 树叶呢 落下来 在空中呢 一边飘 一边摇晃着身体 对吗 对 那现在也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 有空 然后 空是什么意思 OK 有空 毒 空呢 就是一种鸟 我们现在也 也用 只是不一样的字 嗯 所以就是 什么样的鸟 嗯 是 比如说像鹤 你知道像鹤吗 是它的身体比较高 脖子比较长 然后翅膀比较大 是黑色和白色 嗯 很有意思 对 然后 读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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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改变的这个地方 是不一样的 是走的意思吗 嗯 读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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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读呢 你看一下 就是读字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现在读也是这个意思 运呢 就是它一个人在飞 或者一个人在走 嗯 一个人在走 嗯 嗯 一个人飞 一个人走 嗯 读运 然后下一个是 灵魔 然后 嗯 嗯 它展翅翱翔呢 它 飞起来非常高 一下子就飞到了云上面 嗯 灵魔 很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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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意思 再来一次 小的意思就是 降是 啊 落 变小吗 这个 这个 这个降不是那个降落的 啊不是不是 对 这个降落的意思是进入 啊 好的 然后 消的 消的 消的意思 嗯 嗯 它的意思 消那指的就是云消 像云里面 啊 好的 嗯 嗯 嗯 然后 单独完事 嗯 鱼木 囊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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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那单独完事 你看一下 市呢指的是市场 对不对 嗯 是呢指的是市场 对 玩呢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在 嗯 嗯 这个市场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市场都是卖 很多的卖古玩的这些东西 古代的 嗯 比如说书呀 还有一些装饰用品呀 对 都可以 那单独呢 但是他非常认真 沉浸在里面 那读呢 当然就是读书了 所以呢 他在这个 嗯 古代的这个市场里 他非常沉浸地去读书 嗯 好的 然后 玉木 囊乡 嗯 然后 对 玉木囊乡 玉木就是观看的意思 就是看 那囊乡呢 就是箱子 箱子 箱子 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 他有很多装书的箱子 啊 好的 嗯 对 对 囊 有点难写这个 这个汉字 对 这个囊对吗 对囊 囊呢 在现在他指的是口袋的意思 所以呢 囊乡在一起 就是说装东西用的 这个箱子 好的 嗯 然后呢 我们在哪里 OK 义有油味 对 义呢 是非常的容易 对不对 清乎 比较轻的 轻易可以带走的 那油呢 是一种车子 是一种车子 啊 对 我看到了有车子旁 对 就是菜帕 所以呢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什么 嗯 讲话的时候 嗯 义有 我们要 嗯 怎么样 非常 要用非常轻的这个车子 去 嗯 去准备一些东西 然后呢 可以 让你 不会担心 嗯 嗯 对 那 书 胃就是 担心吗 哦 这个胃呢 就是害怕 害怕 对对对 我 对 嗯 那鼠耳圆强呢 这个圆强指的就是墙 就是我们现在的墙 啊 那这个耳呢 就是耳朵 你把耳朵呢 贴在墙上 去听别人说话 啊 所以呢 叫鼠耳圆强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偷听 对不对 呃 所以这个 竹是竹 还是鼠 念念 这个 呃 在这里它要读作主 啊 主 然后 然后它的意思是 我 我知道 书语 书语 就这样 对 你一定要 一定要 去担心 或者防止 你说话的时候 有人在听你说话 啊 OK 啊 猪耳圆强 对 猪耳圆强 有一些人他就喜欢 啊 趴在你的墙上 听你 听你们在说什么 啊 好的 嗯 明白了 嗯 好的 然后 下一个就是 对 这个有点难 我觉得 嗯 对 因为 所以 但是没办法 就是可以 可以 我觉得 还是 需要 值得 学习 对 所以 可以 先了解一下 对吗 对对对 你一定要多读 然后呢 有时间 可以把它背过 然后 每次你看的时候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对 我同意 对 对 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嗯 嗯 然后 巨像 然后巨像就是 都在一起吃饭吗 哦 这个巨就是 你看一下 准备 啊 啊 对 对 所以呢 准备一些 嗯 饭 然后适口充肠 那你还要合适我们的口味 可以呢 充满 对不对 可以让充肠 肠就是身体里的一个器官 我们说的肠道 那也就是肚子 所以呢 你要做一些适合你的口味的饭 可以让你充满肚子 可以让你饱 好 啊 明白了 对 嗯 适口 适合你的口味 对 嗯 对 然后 虫 尝 嗯 对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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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煲 烹 仔 就是做饭的方法吗 嗯 做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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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个烹仔 就是 就是 吃饭 嗯 那 仔呢 呃 仔是 虾 虾 对 那 煲 然后 煲 吃煲了 对对 然后 但是 鱼我不 我不知道 有 对 鱼呢 就是 它非常的 已经很饱了 很饱 啊 OK 明白了 对 鱼呢 就是满足的意思 所以 它在吃饭方面 它已经很满足了 所以 它就会 可能 再去 杀 鸡啊 鱼啊 对不对 嗯 经验糟糠 啊 对 就是 下一个 所以 然后 这个 是什么意思 啊 你看一下 这个鸡呢 你可以猜一下鸡的意思吗 对 鸡就是 不是 很多人 没有东西吃的 鸡 就是 鸡就是鸡饿 鸡饿 对 对 就是饿的意思 那这里的 燕呢 就是吃饱了吗 哦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燕呢 在现在 我们指的是 讨厌 但是呢 在古代汉语里面 它指的是 满足 吃饱 所以 哇 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 但是 有的时候我记得 有的时候我不记得 所以就是 吃鸡饭 嗯 嗯 那糟糕呢 嗯 糟 不是糟糕的吗 啊 差不多了 糟糕的一些饭菜 就是非常粗糙的这个食物 糟糕 那 在现在呢 我们说糟糕之妻 你可以猜到这个意思吗 糟糕之妻 我一个人说 是不好的 陪你一起 啊 陪你一起 陪你一起吃不好吃的饭的太太 媳妇 老婆 啊 对吗 就是跟你一起过了非常穷的日子 然后现在慢慢变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叫糟糕之妻 所以糟糕呢 糟糕之妻 然后那个 这个糕 是什么意思 因为 不是 这个糕呢 指的是 就是你知道是 这个rice是米吗 也有米 所以呢 米面呢 是我们现在吃的米 那它的外面cover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糕 嗯 啊 所以就是 好的米饭还是 不知道 不是 指的是非常不好的 啊 非常不好的 啊 明白了 米饭的外面 米饭外面的东西 啊 OK 要弄掉 啊 OK 明白了 然后 然后 亲戚 嗯 古旧 对 亲戚就是家人还是 对 是亲戚朋友 对 亲戚和朋友 对 对 亲戚 嗯 古旧 对 就是 就是 嗯 嗯 嗯 跟之前 一样的吗 还是 不知道 不呢就是老 旧也是老的意思 所以呢 你要区分 亲戚中呢 这些老的人 老的朋友 还有小的人 嗯 对 对 小的人的这些吃的 老少益量就是老人和小孩 益呢就是不同 对不对 啊 那 凉呢就指的是食物 所以呢 就是在老人和小孩要吃不同的东西 啊 对 啊 一般来说老人吃的多还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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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老人要吃可能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 那小孩呢要吃营养很丰盛的东西 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能量 对 嗯 所以这是有关于吃饭方面的 对 嗯 我的毛笔不行 现在 哦 你在写吗 对 我在写 但是 写得不好 因为这个 毛笔 我可能用另外 一只 毛笔 对 好 然后 OK 我们继续吧 啊 OK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 因为 啊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有 另外一门 啊 就是一个 跟 我的 来自 威内 啊 啊 威拉 的 这个 这个人 他 跟我 啊 啊 啊 9点 我们上课 因为我们 我会采访他 所以 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 啊 下周 啊 啊 继续 没问题吗 嗯 对对 可以啊 对对对 这个还 还 不不错 不错 因为我要 啊 四分钟之内 我要上课 跟他上课 OK 好的 好 那我们到这里 对对 所以我觉得 好 现在 看一下 我们没有 很多 内容 对不对 嗯 就是 一点点 然后我们 对 结束了 所以 没问题 好的 好的 我们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对 OK 再见 拜拜 好 祝我快乐 你也是 嗯 拜拜